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年是2017年 你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吗 当然是2016年又过了一年 但是重点是宗教改革从1517年正式开始到现在 满500年了 到底有谁 而且他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让我们来看 你在里面可以看到马丁路德 池韵里 加尔文 门诺 一些很重要的改革先锋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来看马丁路德 我们看下一页 马丁路德他看到这节经文之后 他的生命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以前马丁路德在天主教里面 他是一个修士 然后他不断地鞭打自己 然后在修道院里面 想说找到神的义 想要让自己有义 可是当他看到这个经文 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罗马书一章17节 因为上帝的义本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 如今上所记 义人必因性得生 马丁路德他看到了原来 上帝的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 我们来看他自己怎么说 下一页 马丁路德说 我日里继夜地思索上帝的义的问题 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必因性得生的关系 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 使我因性称义 从前上帝的义令我闻而生厌 为什么他闻而生厌 每次想要上帝的义就是代表 我不义 我不好 我不行 我这个人很糟 然后就要鞭打自己 惩罚自己 不可以吃 不可以睡 然后鞭打自己 这叫以前上帝的义 让他闻而生厌 现在他使我在更大的爱中 有说不出的甜蜜 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天堂之门 他就知道了原来义是神赐给我们的 耶稣为我们成为罪 我们成为他的义 他使我们因性成义 我们再看一下 耶 这个地方有五个唯独 这就是宗教改革 大家特别把它标出来的五个唯独 这五个唯独 把我们信仰的核心清楚地说出来 让我们一个人来看 唯独圣经 不再是谁说了算 不再是有其他的经理 就是圣经说了算 所以如果有很多人教你的东西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 或者是没有规定 那可能是教会传统 是一些习惯 他不是绝对的 就很像很多弟兄姐妹来问我一些事 我说让我们来看圣经 如果圣经上没有说 他不是绝对的 好 再来 唯独恩典 你得救不是你的行为 不是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好事 不是你好像很能够为神做什么 乃是恩典 这是他给你的礼物 恩典的礼物 再来 唯独信心 你去相信 去接受 唯独你选择相信耶稣基督 选择他成为你的信心 而你也靠他的信心而活 唯独相信 唯独信心能够得着这一切 不是行为 是信心 是心里面的 是意念 是一个决定 是接受上帝 唯独基督 不再是唯独教皇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也不是什么权威说了算 唯独基督 他才是唯一应当受荣耀 而且是教会原始的头 是唯独传扬耶稣基督 唯独接受基督 是这一切的唯一根基跟仲裁者 最后唯独荣耀 荣耀唯独归给神 我们不在基督徒 不在那时候好像 我很努力 做一堆事 然后说荣耀归给神 因为我很属灵 你很努力做一堆事 然后荣耀归给神 还是其实你就是与神同工 其实你发现 哇今天怎么那么开心 也许别人在讲道之前 要迫切祷告 要进食 要怎么样 别人做什么服事 可是我们就发现 我们很清神的与神同工 很简单做好一件事 然后我真的要说 荣耀唯独归给神 因为我真的没做什么 我不过就是那个 拿器皿出来的 就很像是 没有酒了 耶稣把那个缸里面的水 变成酒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他要那些人把水咬出来 把水咬出来 水就变成酒 把水变成酒的是谁 耶稣 但是咬出来的是谁 那个人 可是你平常去咬用吗 没有 你所要做的事情是 把水咬出来 把荣耀归给神 虽然你有做一点小事 把水咬出来 可是是他做成的 唯独荣耀归给神 五个唯独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 我从你来祝福 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已经祝福 还要再祝福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一切荣耀唯独 归给神 主要我们传扬的恩典 我们传扬的福音 我们传扬的耶稣基督 就是五个唯独里面的 这个唯一的真神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我们按照圣经 传扬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耶稣基督 荣耀唯独归给神 主要我们不再被世俗的小学 以及一些假的宗教捆绑 我们要在真正的福音里面 传扬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